在风景油画的明斯克海边 感受白俄罗斯人对于体育运动的热爱 采访钟白跨国婚姻家庭 聆听他们的爱情故事 我的第一句话我学会了 我爱你 第二个是中国 所以我现在可以说 中国我爱你 杨帆起航 传行明斯克海 开 船 软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一带一路第二百四十八集 相聚在明斯克海 正在播出 白俄罗斯的自然环境非常的优美 森林覆盖率很高 我们在首都明斯克随处都可以看到 这样茂密的树林 同时白俄罗斯境内的湖泊众多 因此它也有着万湖之国的美城 我们设置组 现在是来到了 位于明斯克市中心 15公里处的明斯克海 其实它就是一个大型的淡水湖泊 但是湖面上的白帆 我们脚下干净的沙滩 还有岸边不断翻滚的浪花 确实给人一种在海边的感觉 在夏天 每逢周末的时候 明斯克人很喜欢以家庭为单位 和朋友们一起相聚在这里 游泳 吃烧烤 晒晒日光浴 共同度过一个愉快 而又惬意的假日时光 明斯克海位于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的西北部 面积31.1平方公里 虽然是湖泊 但是对于白俄罗斯这个内陆国家来说 人们更喜欢称它为明斯克海 夏期的明斯克海风情如画 和我们一起到明斯克海的 是邢亮和阿纳斯塔西亚夫妇 阿纳斯塔西亚之前作为向导 先后和我们在圣地广场 以及独立大街进行了拍摄 邢亮在白俄罗斯 经营一家消防工程公司 夫妻俩现在常驻明斯克 我发现这个岸边是有很多的公共设施的 都是给这个明斯克人提供的 到这边游玩的人 像一些健身器材 销口的 椅子 休息的 然后像那边的话 还有一些可以更换衣服的 简易的更衣室 是这样搭建了一个简易的更衣室 是因为有人在这边会游泳 方便他们更换衣服 而且这个设计的是挺好玩的 人走进来了之后呢 就像是这样的一个圆形 进来了之后 正在这儿不会发 如果里面有人的话 可以从下面看到脚 对对 一般挂个衣服 就知道有人了 挂件衣服就知道有人了 很方便 很便明的 运动 烧烤 锤吊 是当地人到明斯克海 最主要的几项活动 因为我们来得比较早 游人并不多 拍摄期间 一位在湖边玩耍的小朋友 吸引了我们 这边这个小宝宝很厉害 小心点 玩这个双杠是谁教会你的 你自己学的吗 谁教我自己教的 你自己学的吗 是我的路 我吧 自己学的 自己学的 他站在这个上面 我真的都很担心会掉下来 但是没有看到父母跟在身旁 你叫什么名字 名字是莎莎 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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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岁了 多少岁了 三岁了 三岁了 跟镜头打个招呼 哈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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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爱 莎莎告诉我们 她今天是跟随父亲 来明斯克海 来明斯克海 度假的 父亲正在不远处 照看弟弟 在中国很少见到 有三岁的孩子 可以自己独立的去玩 这个双杠 就是放在这边 自己跑 自己翻跟头 很厉害 你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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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还想问问你 冷不冷啊 你很冷吗 又跑了 谢谢 很爱运动 很爱动的一个小男孩 我们在这边聊了一会儿 就待不住了 就围着我们开始跑圈了 这个热爱运动的小朋友 似乎并不喜欢安静 不一会儿功夫 莎莎又开始在各种设施间 攀爬起来 阿娜斯塔西亚说 在白俄罗斯 家长通常不会对孩子 过度照顾 而是尊重孩子的意愿 给他们足够的发展空间 那在这边的一个教育方式 是什么样的 从小到大 到大 就是怎么说 就让他们独立 对 就是让小孩独立 就是我们不太培养一些自己 就是不逼他做什么的嘛 就他比较随便 随意 而且我们的小孩就是 上初中以后 大概从早上八点到 下午一点就结束了 也不要求他去学什么 感情 就是不要求孩子课外培训班 不要求 按照孩子的意愿去做 对对对对 而且我们觉得就是 从一到十岁左右嘛 小孩是自由的嘛 他想做什么 他就做什么 然后十岁以后 我们就开始慢慢培养 就是问他 他想做什么呢 以后想得到什么工作嘛 就反正就慢慢开始培养 刑亮是江苏南京人 听他介绍 在白俄罗斯 像他们这样的中白跨国婚姻并不少 两个人走到一起是因为爱情 但是结合之后建立家庭 就要互相尊重 他们现在也有了孩子 在教育方面 他会尊重妻子的意愿 那刑亮和小娜是哪一年结的婚 15年10月份 15年10月份 是在白罗斯这边呢 对对对 那您二位是怎么认识的 我呢是 13年时候 公司把我派到这边来 到这边来工作 然后后来 自己出来干了 当时他帮我 工作当中认识的 对对对 两个人相当于在这边一起创业 刑亮告诉我们 阿娜斯塔西亚在家 是一位先内主 家里的大小事情 都有他负责 而阿娜斯塔西亚 也正是看中了 刑亮的吃苦耐劳 虽然刚开始创业 经历风雨 但因为两人的勤奋努力 公司的运营状况 已经逐渐不如正规 那您是怎么考察这个市场 认准了这个消防这一块 最早就是 因为原来是做那个建材 后来涉及到消防产品 消防产品呢 我看这块是一个 对于外国人来说 是一个空牌 本地的那个消防资质 很难取得 然后正好机缘巧合 碰到一家合适的公司 我就把它收购了 一部分的股份 然后因为我们中国人 现在在这边一带一路 投资了很多项目 然后我就想看看 这方面能不能发展 我们是中国人的思维 去建议这个公司 消防啊什么的 本身他们要包给当地公司 我们中国与中国人 交流起来就更加方便了 想法比较一致吧 把事情能做得更好吧 刑量介绍 他们在白俄罗斯 经营的这家消防器材公司 有40多名员工 夫妻俩各有分工 刑量负责洽谈和中国企业的合作 阿纳斯塔西亚负责 法律文件等翻译工作 一带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 中国企业在白俄罗斯 参与建设的项目越来越多 特别是中白工连员的建设 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发展机遇 十点以后 林崔克海的游人逐渐增多 锤调 汽车 烧烤 踢球 散步 白俄罗斯 东长下短 很多人会格外珍惜 七八月这段时间 外出享受惬意的休闲时光 你们一家人每周末都会来到这边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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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冬天的时候怎么办呢 那什么 那我们在冬天的时候怎么办呢 呢 那孩子小孩 现在我们小孩 已经有一半个年长了 但是 花雪 小孩是花巧嘛 就这样子的 那怎么办呢 我们努力 努力 让孩子们 让孩子们 就是他们出门 就是为了小孩 能发展 能发育 就是好 就是 互动 各种方式的爱好 就是这样子的 形量负物介绍 白俄罗斯人热爱运动 明斯克海边的沙滩 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运动场所 周末或节假日 亲朋好友相聚在一起 打打沙滩排球 轻松愉快的氛围中 既锻炼了身体 又是一种情感的交流 在旁边看到是有打沙滩排球的 但是这个运动好像 之前没有看过 打扰了打扰了 想问问你们这是 这个是什么运动 沙滩网球 其实从远处看 我以为是打羽毛球的 因为这个网和羽毛球的 这个网很像 但是走近了看这个拍子 好像又像是网球拍 我能看一下吗 和网球拍还不一样 中间是没有网的 就是拿这个塑料做成的 我能看一下球吗 这就是网球吧 对他们就是说 跟网球 但是比网球轻一点 沙滩网球是一种新兴的运动形式 使用的是经过特殊设计的球和球拍 球是两种颜色搭配的低压专用球 比普通网球软一些 球速也慢一些 球拍使用的是双面整合的硬泡墨材质 和网球拍相比 更小更轻 看到我们对这项运动很感兴趣 他们热情地邀请记者 感受一下沙滩网球的美丽 这和网球的规则还不一样 其实和羽毛球是一样的 球不能落地 对 不能落地 对对对 一旦落地了 另外一方就算是输一分 对对对 而且在这个场子边上 我们看到还有画的线 对对对 这个线以外就是出界了 出界了 先单打一局吧 您教一下我 球速是非常的快的 而且这又是杀地 脚是根本使不上劲 再试一下 我得分了 沙滩网球诞生于2000年 兼具竞争性和娱乐性 既可以单打 也可以双打 正式比赛 通常采用的是双打形式 好 很荣幸已经可见您们 都到哪些国家与习近平 马亚和维塔 是白俄罗斯沙滩网球俱乐部的队员 因为要备战不久之后 在俄罗斯举办那场比赛 最近几天他们都在这里进行训练 马亚介绍 国际网球联合会2008年启动沙滩网球项目 通过赛事积分 目前他已经进入了国际网联沙滩网球选手的前200名 拍摄期间 我们还采访了马亚的父亲 他是特意来观看女儿训练的 您的两个女儿都从事这个体育运动 是不是和您的培养有关系 在白俄罗斯做为父母对孩子 这个运动方面的培养是不是比较重呢 在白俄罗斯举办训练 很多父亲们都会学习自己的孩子 我们在国际上有一个国家政策 开始从国家政策 我们国家很支持运动 从我们统统来说 他也很支持运动 各方面都很支持运动的 所以父母也支持自己的小孩 就一直有这样的一个传统 从小就培养他们在体育运动方面 陪玛雅和维塔训练的阿列克 是一名公务员 打沙滩网球是他的业余爱好 他告诉我们 沙滩网球是一种新兴运动 在白俄罗斯普及率还不高 但是有不少年轻人 对这项运动的兴趣浓厚 就像沙滩排球一样 人们享受的是这种阳光下运动的快乐 我认为他们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呢? 对北俄罗斯的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呢? 对北俄罗斯的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呢? 应该是那个我们的总统 那是我们的东西 唯一 Andrew 当我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呢? 所以我们的普通人就说 对这种人有什么呢? 我想说很多人玩了 明斯克海边意外的偶遇 让我们对白俄罗斯 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这里的人们热爱大自然 喜欢运动 他们的乐观开朗 和友善热情 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采访钟白跨国婚姻家庭 聆听他们的爱情故事 中国姑娘 温柔温柔 游的时候 了 阳帆起航 船行明斯克海 开船 软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一带一路 第248集 相聚在明斯克海 正在播出 明近中午 明斯克海周边的游人 越来越多 岸边的林荫甲 大家纷纷吃起烧烤架 享受着美食与美景 刑亮与阿纳斯塔西亚告诉我们 今天他们也约了几位朋友 一起来这里度周末 都在忙着呢 都在忙着呢 准备着呢 等会忙快中午时间了 大家一起来吃烧烤 应该是一大早就过来了吧 对对对 你好你好你好 收拽 收拽 在忙着烧烤呢 你好你好 你好 你好 我是远方的家记者胡欣 哇 很热闹啊 今天是有几家人 今天有七家 七家 那都是跨国家庭是不是 跨国婚姻家庭 哦 七家人 我看 怎么好像不够七家人呢 那边人玩呢 哦 已经有人在这个岸边去玩去了 你的妈妈带着孩子到那边去玩 然后男生在这边烧烤 不过七家代表都在 对 这几个家庭和邢亮夫妇一样 也都是中台跨国婚姻家庭 平时大家也会经常聚在一起 我能看看今天都准备了些什么吗 好 这个 这个今天是我们买 哪些里 这是腌的羊肉 腌的羊肉 对 嗯 这个呢是猪肉 腌的猪肉 都腌制过了 这是本地的 对 购买的腌好的 对对对 还有呢 这是腌制 猪排 对 这是颜值配腌的猪排 猪排 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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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那这个是本地的蘑菇用的黄油腌的 那现在 现在桌上摆的这些主要就是烧烤用 待会我们再做凉菜 还有凉菜呢 嗯 香菜 还有 黄瓜 一箱黄瓜 还有 豆皮 这豆皮是在当地能买到吗 在当地能买到 能买到 白俄罗斯人喜爱吃烧烤 看到我们到来 热情的白俄罗斯朋友 直接把刚刚出炉的烤肉拿了过来 是您在烤 怎么称呼 我叫阿里克西 阿里克西 那您这个烤的是当地的这个传统 传统做法 每次出来玩 您就是烤肉师是吗 基本上是 这个就是刚才说腌的这个猪肉 是不是 对 谢谢 谢谢 很大块的猪肉 很好吃 好吃 嗯 我前面会觉得 这个肉这么大块 会烤不透 但是因为是这个肉是腌的 味很入味的 嗯 很好吃 是不是还放了一些 当地的一些香料呢 有没有放 有一种那种 就是绿色的相当于是 咱国内美国有一种 一种 我也不知道叫上名字 有一种对 嗯 我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 还有一种格尔吉亚的 一种绿色的那种 相当于是 也不是香叶 反正我确实叫不上名字 阿里克西告诉我们 烤肉要提前腌制 腌制过程中 要加上洋葱和酱油 以及一些当地特有的香料 有的时候 为了让肉更加入味 甚至要咽上一整天的时间 这是要烤蘑菇吗 对 烤蘑菇为什么要做这么细的活 这感觉像是在做蛋糕一样 拿刀呢 把这里会割开一个像槽一样的 是不是 对啊 然后把这个黄油要放在里面 为什么要把黄油塞到这个缝里 然后我们把那个蘑菇 放在碗子上面 烤一下 那个黄油肉呢 就摸过 吸那个黄油了 吸了黄油就好吃 颜志飞告诉我们 中国和白俄罗斯两国饮食文化不同 白俄罗斯人的饮食当中除了肉类 通常还会有土豆饼 面包 沙拉和红菜汤 相对而言 蔬菜品种比较少 刚开始她有些不适应 日久天长 她习惯了白俄罗斯饮食 丈夫阿里科谢也喜欢上了她做的中国菜 那像您二位在家里平常吃这个烧烤的时候 它的口味其实可以说是已经是这个中白混合了 中白相结合了 对 包括就是其他的菜 肉也是一样的 因为我本地的话以前不吃酱油 但是最近几年的话 因为随着就是那个东方文化 跟那个就是饮食比较流行 当地都有酱油卖 所以我们就是朋友特喜欢吃酱油 我们烟菜的时候都放酱油 他们特喜欢吃 然后当地的一般不吃辣椒嘛 因为我是湖南妹子 所以我特喜欢吃辣椒 来我们第一次吃 辣椒好辣好辣 但吃完第二次的话就觉得 他们第二次我就不放辣椒 你不放辣椒觉得不好吃 慢慢就会开始放辣椒 他们都喜欢吃辣椒 我的老妈老爸也吃 我婆婆的话就是一到我们家 老干妈了 就直接找我老干妈 阿里克谢最拿手的是烤肉 他告诉我们 平时在家里大多都是妻子做饭 所以吃中餐比较多 去看望父母时才会吃白鲁斯餐 现在烤箱上面放的 这是腌好的茄子 这是刚才做的这个蘑菇 这边羊肉 羊肉这是猪肉 对 其实这个羊肉的这个穿法 因为我是新疆人 我对这个烤肉还是比较有研究 这种穿法和新疆的这个穿肉方法很像 这个蘑菇呢 要烤多长时间 很快 比较快 五分钟 十分钟 蔬菜烤得要快一些 茄子可能时间比较久一些 那需要来回翻吗 不要翻 因为那个蘑菇 有黄油在上面 翻了就倒下去了 而且我发现先生是一直在这儿拿水 在灭火 对 因为这个火太大的话 容易把这个蔬菜和肉烤糊了 是的 你们在家里的时候平常自己也会 烤 经常会烤 2003年 阿里克谢公派前往中国留学 在湖南长沙中南大学学习了两年的时间 期间认识了颜志飞 后来阿里克谢学整归国 颜志飞也跟随阿里克谢到了巴尔罗斯 您觉得这个中国姑娘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中国姑娘 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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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格很直爽 对 那您呢 您当时先生是什么性了您 我觉得我老公的话 首先他这个人非常坦诚 这是我最看着的一点 第二的话就很有责任心 阿里克谢告诉我们 目前他在中百工演员作为建筑建理 妻子颜志飞在明斯克国立语言大学学习纪念时间后 也已经熟练地掌握了俄语 现在白俄罗斯的一家中资企业做商务管理和翻译工作 那对于白俄罗斯人 包括像您现在就在中百工业员工作 那您是怎么看待这个中百工业员的 对我个人来说 把好机会技术水平提高一下 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因为聊得太过投入 阿里克谢忘记翻转烤架上的肉和蘑菇 都略有交互 但这并没有影响大家的兴致 我发现聚会的时候 每个家庭的分工都很明确 您在这边是 主要是拌凉菜 刚才还有人烤肉 那边还有人在穿肉啊什么的 每次都是这样 是是 大家都有自己分工 这是您的儿子 这是我儿子 很乖啊 你看爷爷在这打下手呢 叫什么名字 安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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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害羞 几岁了 八十 八岁了 白俄罗斯华侨协会会长刘洋是哈尔滨人 1992年前往白俄罗斯留学 之后在明斯克成家立业 只近已经二十五年时间 像这些菜在中国都是很常见的 在这边呢 好买吗 在这边现在这季节还是可以 分季节的 对分季节 夏天时候还好买一些 那到冬天这小葱是特别贵啊 尤其尖椒 尖椒是按个 一个尖椒的话呢 和这一个卢布 三万多钱啊 刘洋介绍 1992年1月20日 中国与白俄罗斯建交 他就是那一年到白俄罗斯留学的 毕业不久 他在明斯克开离家餐馆 在他眼中 白俄罗斯这些年变化并不大 反倒是回国时 家乡发生的巨大变化 哪一次都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从您的个人的感受 比如说工作还有生活上面 最深刻的是什么 刚开始那时候呢 就是他感觉不到中国 就是确实社会发展呢 比他们快 但是说从哪块开始呢 我是从08年奥运会的时候 以前他们经常问我 你们中国好不好 我说中国好啊 那中国好你还上这儿了干啥 我说刘许大 或者成家在这儿等下了 等到08年奥运会的时候 电视啊到时候转播这个 中国北京这个盛况 他就问我 你们中国真是这样吗 我说确实啊 你可以到中国去看看这样 从那开始就在面上问 说你中国好不好 陆陆去有人过来了 去过中国 到我房间看了 等下我去中国了 我说去哪个城市了 就告诉我哪个城市 我说好不好 中国好啊 现在逐渐人就是说 接触中国多了 对中国认识也多了 他就认为中国现在是确实也好 刘洋有四个孩子 2012年他带着全家回礼堂中国 先后去了北京 广州 哈尔滨等城市旅游 这次旅程不仅让孩子们 对中国文化有了切身了解 也让两个儿子 有了回中国学习的计划 18岁的大儿子 在白俄罗斯高中毕业后 选择到上海学习语言 二儿子也计划不久之后 回中国商大学 白俄罗斯的杨喜福 为何对中国岂有独钟 我的第一句话我学会了 我爱你 第二个是中国 所以我现在可以说 中国我爱你 杨帆起航 船行明斯克海 开船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一带一路 第二百四十八集 相聚在明斯克海 正在播出 夏日的明斯克海 两爽宜人 前来参加聚会的几个家庭 各产所能 一会儿的功夫 一桌丰盛的午餐 就准备好了 首先我们先欢迎 我们来自远方 我们的故乡的 远方的家设置组 来到白俄罗斯 和我们做到一起 今天欢聚一堂 欢迎一下吧 谢谢大家 很高兴加入你们的聚会 谢谢 每个家庭都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现在所有的菜品 非常的丰盛 已经上桌了 因为刚才人特别的多 我来的时候根本分不清 每一个家庭 现在就是按家庭 坐在一起我才分清 平均多长时间 会有这样的一次聚会 反正有机会 大家都会尽量多聚的 马千里是行量的合作伙伴 主要负责消防工程公司的 工程竞标和人员管理 他告诉我们 每逢中国的传统节日 大家都会聚在一起 天气好的时候就在室外 天气不好 就在流氧的中国餐馆 那平常你们是怎么能够 联系到一起的 是有谁来牵头吗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看大家都可以的 因为我们有一个 内部的微信群 然后我们有个华侨协会 在这里面 大家把互相都认识 如果有时间的话 都可以自己 就是天气来 到户外来聚会 都可以的 这些菜品 也是每个家庭分工的 我带这个 你带那个 那每次出来聚会 都是这样的 基本差不多 羊肉觉得不错吧 不错 我腌了一晚上 你的手艺 在白欧罗斯这个地方 很多地方 是可以不允许烧烤的 因为在森林孵化 里面比较大吧 就是防止火灾 所以说大家基本上 这边有很多 分路大概是五个区 我们这每个区都给烧烤 所以比较方便一些 而且能体会大自然嘛 是 马倩里说 他的家在广东惠州 刚来白欧罗斯的时候 很不适应这里 寒冷的气候 白欧罗斯的冬季 从十月份 一直持续到 第二年的四月份左右 寒冷而漫长 后来时间长了 才逐渐适应过来 那像你们在白欧罗斯这边 会不会经常看我们的节目 会啊 因为有个思想之情啊 特别就是说 你们这个远方之家 就是因为你们走遍圈 整个中国遍地嘛 每一个省啊 每一个市啊 你像我们就是在国外 待久的中国人啊 那种思想之情 就跟国内人是体会不到的 在国外待得越久 越爱热爱自己的祖国 而且就是说 特别关心国内的发展状况 风土人情这些 都比较关心 所以说 我们可以说是 远方之家中心粉丝嘛 不光是我一个 我们大家都是嘛 那之前我们这个节目 哪个系列 你们印象比较深刻 百山百川 百山百川 对 百山百川 还有什么江河万里行 对 那是我们之前的系列 那这个系列 一带一路看了吗 一带一路怎么说呢 中南亚的柬埔寨看过 我看过阿灵球 阿灵球柬柬埔寨 那个我也看过 在异国他乡 遇到热心观众 让我们感觉很亲切 马千里2006年到白俄罗斯留学 毕业后留在白俄罗斯工作 至今已经五年的时间 2012年 马千里和白俄罗斯姑娘 朱丽叶结婚 在她的影响下 妻子朱丽叶不仅喜欢上中国文化 还主动到白俄罗斯国立大学 孔子学院学习中文 目前她已经掌握了600个汉字 现在你会说的中文有哪些 你会说什么 我叫语言 这是我的老公 现在我学习汉语 我说一点点 那现在在班里 像您这样学中文的 一共是有多少个学生 一个班有五个学生 那你觉得学中文难不难 我觉得中文不太难 不太难 不太难 我喜欢学习中文 我喜欢学汉字 你们班学是最好的学生 和多俄罗斯斯的家 我 我 很多次 马千里说 他和妻子曾几次回广东惠州谈亲 他的父母很喜欢成为 来自白俄罗斯的杨喜福 两代人相处融洽 惠州美食品种多样 每次回国 父母都会给朱丽叶准备丰盛的海鲜和水果 这也让朱丽叶对中国很是留恋 大家围坐在一起 边吃边聊 气氛热烈 为了欢迎我们的到来 行量还专门带来了当地的特色饮品 请我们品尝 白化树枝 对 那是从哪里提取的 白化树到了春天那个雪化的时候呢 我们就插一根管子到这个白化树里面去 然后它底下放一个瓶子 它就慢慢一滴一滴的从里面滴出来 那像这么一大桶得滴多长时间 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差不多 一个小时 对对对 我尝一下这个味道 你尝一下尝一下这个 它就稍微有一点点甜甜的 但是这个东西呢纯天然的 还不错 味道很好 因为刚闻起来呢 我感觉是有点像这个啤酒发酵 或者是酸奶发酵的味道 然后喝下去呢 它是有点酸甜的口感 那这个是有加这个糖或者是什么吗 还是纯天然的 纯天然的 就是这个味道 然后当地人呢 把那个白化就是瓶子弄完之后呢 它给它封起来 封起来就放到地窖里面 你知道吧 到了夏天的时候 可以再冰镇一下 来出来喝 白化树枝还能喝 这是我们来巴洛斯之前没有想要的 细细品味 微甜的味道确实不错 邢良说 最早把白化树枝作为饮料使用的是俄罗斯 后来被白俄罗斯人接受 像这样一桶白化树枝 折合人民币大概十几元钱 是一种老少皆宜的饮品 采访中我们还了解到 参加聚会的 还有一对英文艺术结缘的夫妻 之前听您说现在是在这边上学 对 读博士 读博士 现在是第五年最后一年 那主攻的是什么专业呢 主攻是世界文化艺术史 比如说管风琴史 美术的一些历史 比如说油画史 我在中国学的是古典钢琴 到这边来呢 又接受了一些纯西方的音乐 感觉呢 对就是我的这个专业学习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补充 在哪呢 就是说学习这个音乐这个东西 必须要有环境的这个影响 黄绍恒来自天津 是白俄罗斯国立文化和艺术大学 世界文化艺术史专业的博士 妻子纳达莎 是一位手锋琴演奏家 共同的兴趣爱好 让他们走到利器 现场他还为我们演唱一首 白俄罗斯的名歌 唱了一个是他们民族的一个 一个关于白俄罗斯姑娘的一首歌 他说这是他们民族的那个名歌 就是这首歌特别像我们的那个就是熬包相会 非常非常的像 有时候听我听我弹听我唱 感觉就是音乐都是相通的 品尝完丰盛的午餐 租金每小时大概需要100白俄罗斯卢布 约合人民币350元左右 在所有人穿好救生衣后 翻船开始始向呼吸 刚才船长告诉我们呢 让我们一行的所有人呢 都进入船舱当中 这是为什么 因为你需要帮助他一下 但一个人害怕做不到 让我留在这个甲板上面 来帮助他掌舵 我们现在坐的这艘船 是一个帆船 是有帆的 对 然后在后面呢 我听到还是有发动机的 对啊有发动机 必须都有发动机 那什么时候要把这个帆打开 我们马上有可能需要 一个多分钟之后 再可以打开 就是往这个湖中间再走一点 把这个帆打开 第一次驾驶帆船 记者湖心还是略行紧张 在适应了几分钟后 船长巴萨熟练地打开风帆 船也逐渐平稳起来 我们现在呢 已经坐着帆船 来到了明斯克海的中间 我觉得在这里看明斯克海 比我们在岸边看的时候 感觉它的面积要更大一些 是不是 对 像您在白罗斯工作有多长时间了 我是刚到 刚到的 因为我们是五月份 我过来我们刚结婚 我听您的妻子说 中文说的是很好 还可以吧 还可以吧 那中文是在哪里学的 我刚开始是2011年 学的是在明斯克国立园大学 然后2012年的时候 我就去到黑龙江大学学习中文 那您二位是在中国认识的 是没有 是这样的 我们有共同的一个朋友 当时我在中国 他在明斯克 然后在中白公园工作 然后就介绍我俩认识了以后 我们就通过微信聊天 然后每天视频什么的 然后他就把他的工作辞掉了 然后就直接就飞到中国来 和我在一起 我们之前没见过面 吴琳娜在黑龙江大学 学习了三年的中文 因为喜欢中国 他从明斯克 辗转到了成都 和四川小伙吴宇生结婚 婚后 他还给自己 写了个中文名字 吴琳娜 一开始是怎么想到 要学习中文的 刚开始的时候 我就随的时候 我就在电视上面 看到了成龙的电影 成龙的电影 我就觉得这个人很厉害 我非常喜欢他 所以从九岁开始的时候 我给我自己一个任务 我应该找一个中国的男神 因为一部电影 就决定要找一个 中国的男朋友 或者是老公 刚开始肯定是男朋友 到时候就肯定是老公 那之后呢 从什么时候开始 正式接触中文的 2009年的时候 我就算白代语课 然后我就认识了 很多中国的朋友 他们就教我中文 我的第一句话 我学会了 我爱你 第二个是中国 所以我现在可以说 中国我爱你 吴琳娜告诉我们 刚开始她是通过 图书和网络认识中国 后来到中国留学三年 对中国了解逐渐加深 现在她成为中国媳妇 进一步感受到 中国人的友善与勤劳 那您二位现在就已经计划 在白俄罗斯定居 在这里工作生活 对 目前目前是 那您二位 有没有一个更长远的计划 像您这么喜欢中国 有没有想到 多少年以后 再回到中国去生活 对 肯定是以后 回到中国生活 因为对我来说 中国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这一次我们过来 爸爸妈妈就一再盯住 就是我们俩 把我们自己的小家给过好 那最重要的是 我们的家庭 赶快有个宝宝 这是最重要的 说到未来的发展 夫妻俩都很有信心 中白两国关系友好 两国之间的 青毛文化交流都很密切 吴玉生已经开始 在白俄罗斯学习俄语 他们相信 未来会有很多发展机会 王小孟毕业于 明斯克国立语言大学 因为丈夫在莫斯科 中石化工作 自己带着儿子莫家 来参加聚会 他说到这样 那个叔叔这样 刚看到那个叔叔这样 你也学叔叔这样 是不是 王小孟说 孩子出生后 他在家专心打孩子 现在孩子大了 他看到现在在白俄罗斯 投资的中资企业越来越多 就开了一家法律咨询公司 平时儿子上幼儿园说俄语 他在家会胳膊用心和儿子用汉语交流 在这边上幼儿园的话 肯定都是说俄语的 那您为什么要让孩子一定要讲好中文 主性呢 我觉得我的孩子是中国人 所以他的血里面留着中国人的血脉 所以说呢 我们不能忘本 不能忘根 所以说对中国的历史啊文化啊 就是必须要懂得要知道的 这是原则性的问题 夏日的明斯克海风景宜人 传行其中 近看碧波荡漾 远望四周郁郁郁郁的森林环绕 令人心狂深移 美好的一天即将过去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明斯克的美 感受到了白俄罗斯人的友好 而从一对对跨过夫妻的故事当中 我们发现 对彼此文化的欣赏 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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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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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